铁人虽已去世 但铁人精神却流传了下来 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铁人精神依旧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而不断前行 那么铁人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 这些精神内涵在王晋喜的生活中 有着怎样的体现 它又是如何从王晋喜平凡的生活中 迸发出来的呢 那么铁人精神从狭义上讲 它是对王晋喜同志崇高思想 优秀品德的一个高度概括 是我国石油工人精神风貌的几种体现 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力量 那么从广义上讲呢 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石油精神的 具体化 人格化 石油精神是中国石油战线 在长期实践中积奠形成的 以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为代表 以苦干实干三老四言为核心 那么所谓三老四言 也就是对待革命事业 要当老是人 说老实话 办老是事 干革命工作 我们要有严格的要求 严密的组织 严肃的态度 严明的纪律 为所有石油人认同和践行的一种 价值观念和精神形态 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 具体我们展开 就是王晋喜同志厚重深沉的 爱国主义精神 1959年 王晋喜当时作为 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 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 休贵期间 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 路过沙滩街时呢 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 背了一个大包袱 就问身边的同志 汽车背的是个啥 回答说是煤气包 背那家伙干嘛 他又问 国家缺油 汽车改烧煤气了 王晋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 他头嗡的一下就大起来了 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 可出来一看 油缺得很 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 都没有油用了 作为一名钻井队长 我真是有愧呀 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 想着想着 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 流下了眼泪 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类 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类 这成为王晋喜后半生 为国分忧 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 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 王晋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 1960年3月15日 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党 从甘肃玉门出发 日夜兼程 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 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 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 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 甩开膀子干吧 把贫油落后的帽子 甩到太平洋里去 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 让我们来听一下 王晋喜是怎样说的 革命不能等 我们几十个工人 就是几十台吊车 我们几十个人 就是几十台拖拉机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一场人与钢铁 力量与困难的较量 就此开始了 三天三夜 王晋喜带领队友杠杆翘 滚杠滚 大声拉 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 把这六十多吨的 钻机设备卸下来 装上汽车 最后搬运到警场 靠人力把警架 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 人拉肩扛 口号响亮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 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 也不怕 王晋喜后来说 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 把我压行了 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国家的压力 民族的压力 呼的一下子 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 一个人没有血液 心脏就停止跳动 工业没有石油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上行的 都要瘫痪 没有石油 国家有压力 我们要自觉地 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 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 此后 王晋喜把自己的 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为祖国献石油的 使命当中 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 王晋喜告诫大家说 我知道 住房有困难 吃饭有困难 这困难 那困难 国家缺油 是最大困难 这矛盾那矛盾 国家缺油 是最大矛盾 这种爱国主义情感 是铁人精神 最鲜明的民族品格 是鼓舞斗志 激励进取 催人奋进的 强大精神动力 我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我们的校哥 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 我们学校的前身 就是北京石油学院 是新中国1953年成立的 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 刚开始会战那会儿 我们学校就有 1365位师生 满怀爱国激情上前线 从戴着近视眼镜 文志彬彬的教授 到20岁刚出头的 年轻学生娃 背上背包 就奔赴条件 极其坚固的松疗会战前线 这里面呢 就有第二代铁人王启民 以及深受网友喜爱的 吴彦祖版最帅院士 王德民等毕业生 在今天的课堂上 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 爱国主义铁人精神 已经与大学文化深度融合 传承坚持 铁人精神 还是望我拼搏的精神 王晋喜在石油大会战中 舍生望死冲锋在前 展现出望我拼搏的高贵精神 1960年 王晋喜从萨尔图火车站 下了火车 极可可地问了三句话 看见我们的钻机没有 马家瑶在哪里 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 我们看到 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 不问吃不问住 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 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 1960年4月29日 天刚亮 王晋喜在指挥工人 放井架 他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 不小心被滚落的钻杆 砸上了右腿 当即就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看见工人们都在心疼地哭 他不要紧 我又不是你捏的 哪能碰一下就散呢 他当时不顾伤痛 继续指挥 并让大家替他保密 当天他带伤参加了 万人世事大会 忍着剧痛走上主席台 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 开完大会回来 王晋喜的伤腿 肿得就有顽口那么粗了 大家动员他说 赶紧上医院 他不去 忍着痛 拄着一把铁锹 一拐一瘸的指挥工人 拆装设备 其实他当时每走一步 都非常艰难 但他以铁的意志坚持着 并再次对大家说 我受伤的事 对外要保密 谁要是说了 我就处分谁 尽管全队上下都替他保密 可还是被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 并且派人强行把他送到了 当地的医院治疗 可是没过半天 他就又偷偷地跑回了警场 为了让他安心养伤 领导把他送到了 150千米以外的七七哈尔住院 可就在两天后的深夜 王静喜冒着大雨又跑了回来 他当时浑身湿淋淋的 腿上的纱布也不知去向了 满脚是你 大家看到王静喜当时也是忍着疼 只咬牙 心里很难过 有的人甚至都流下眼泪 王静喜却安慰道 你们别急 我挺好的 咱们这里是高压区 容易井喷 我坐着看你们干 觉得安心 可以说 铁人的望我拼搏精神 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以开发油田为使命的自觉行动 是铁人钢铁般的意志 与毅力的体现 那么铁人精神 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石油会战初期 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各种困难矛盾 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王静喜就叫爱人 把玉米面炒好 出门是杯上 走到哪儿 遇上开饭的时候 抓把炒面 用开水冲一缸子 就是一顿饭 对干部和工人们不答应啊 打饭打菜让他吃 他一筷子都不动 他说 粮食一人一份 我吃了你们吃什么 有时候干粮袋没在身边 他就借骨离开 饿上一顿 工人们说 铁人上井三件宝 笔记本加炒面袋 还有一件羊皮袄 那么一次大会上 康生就表扬铁人 背炒面袋子上井的行为 说这种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的精神 是革命的传统 延安的作风 值得人人学习 大大发扬 其实艰苦奋斗 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 勤俭节约 更是指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力量 艰苦奋斗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和价值观念 它蕴含着 不追求安逸 不满足现状的 进取精神 不以单纯追求物质享乐 为目标的奉献精神 不甘于平庸 不等不靠的 自主精神 那么铁人精神 还是科学求实的精神 1961年2月 铁人王晋喜 被任命为 钻井指挥部 生产二大队大队长 负责管理12个钻井队 他经常向工人们强调 干工作 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要经得起 子孙万代的检查 会战初期 铁人就曾带领过 1205队 打携了一口径 铁人向会战领导 做了深刻的检讨 还组织干部 工人背水泥 把那口刚刚超过 规定协度的井 给填掉了 有人说 填了这口井 不是就给我们 标杆队的队史上 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吗 铁人说 没有这一页 队史就是假的 这一页不仅要 记在队史上 还要记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我们要让后人知道 我们填掉的 不光是一口井 还填掉了低水平 老毛病和坏作风 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 王进席只是浑身有蛮力 是吧 只是在打井过程中 追求速度 追求破纪录 其实他很细致 讲科学 讲方法 注重质量 讲究精益求精 他总是教育工人说 只有时时处处 事事都想着质量 井才能打直 我们打井的 讲干劲 要猛如老虎 讲细致 要细如绣花 不打出个笔直的井来 死都合不上眼 以后 每件工作都严格要求 不达到120%的合格 不算数 那么铁人精神 还是大公无私的 奉献精神 铁人王近喜曾说 我从小放牛 牛吃草 马吃料 牛的享受最少 出力最大 我愿意为人民 当一辈子老黄牛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吃苦耐劳 默默无闻 是王近喜 老黄牛精神的精华所在 铁人不济名 不济力 埋头苦干 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 祖国的石油事业 铁人热爱 集体关系工人 他曾细致地发现 天冷的时候 功夫不保暖 工人们弯腰 或蹲下干活的时候 就总会露出后腰 于是他就到冯布厂 建议把棉工库 后腰要加高 加厚 他还给工人们 做了疲惫心 和疲护膝 会占职工的家属 和孩子 从老家到油田 铁人一看 这些孩子们 都在荒野上乱跑 他说 我自己尝够了 没文化的苦 绝不能再误了孩子们 于是他带人 在大队机关附近 支持一顶帐篷 盖起土台子 搭上木板 当客桌 建起了油田的 第一所小学 帐篷小学 铁人对职工和家属 关怀备致 对自己和家人 却严格要求 铁人同母亲商量后 给家里定下了一条规矩 工价的东西 一分都不能沾 由于劳累过度 铁人当时患上了 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 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 给他配了一台吉普车 可他却把这台车 当成了大队的生产生活用车 全大队谁都能用 唯独自己家里人不能用 那么老母亲病了 大队领导让铁人 把车派去准备送老人家看病 可老人家说 近习定下的规矩 我当妈的不能破 最后还是铁人大儿子 用自行车 推着奶奶去看的病 从普通的钻工 成长为全国文明的铁人 从朴素的报恩思想 发展形成铁人精神 王进喜的思想 在不断地升华 他曾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我是个普通工人 没啥本事 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 一切成绩和荣誉 都是党和人民的 我自己的小本本上 只能挤差距 我自己的小本本上